虽然从2020年9月以来 CDC禁止了全国大部分的驱逐行动 以防止病情蔓延 不过这项保护计划原定于1月底到期 但在总统拜登先后两次延期之后 原本预估将在6月30号到期 对此44名国会众议员 特别再次写信给CDC 敦促延长这项禁令 议员们还援引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一项估计 声称约有600万户租户妥欠租金 且面临被驱逐的风险 而联署名单当中 包括民主党众议员普雷斯利 哥麦斯 奥卡西奥 科斯特 马隆尼等人 不过反对此举的房东团体已将CDC告上法庭 主要原因是 他们认为CDC在疫情期间 发布的临时禁令超出权限 并且应该被悬判无效 此外在禁止驱逐令生效期间 全美房东与业主们的损失 累计每个月超过130亿美元 截至今年1月 仍有高达4000万美国人拖欠房租 且累计被拖欠的租金 规模高达700亿美元 根据非盈利新闻组织哈勤哲报道 调查研究发现 全美公立大学 共计有数十万名集前学费的学生 且都是委托民间讨债公司处理 加上延伸的各种费用与利息 累计债务规模达到5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催债方式造成许多学生无法回到学校完成学位 其就算未来能够找到好工作 生涯计划也可能面临破灭 公共政策研究集团HCM策略指出 主要原因是欠学费而被私人讨债公司追债 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 此外 许多公立大学对于偿还基建学费还定有期限 以密苏里州立大学为例 该校平均每年要把110名学生的学费催缴交给讨债公司处理 目前共有7300学大案件 掌握在民间讨债公司手中 另外 佛罗里达州希尔斯部落社区大学 则有3990名学生同样面临民间讨债公司追债 由于佛州法律规定 允许大学得以委托私人讨债公司追款 且私人讨债公司有权收取催缴金额中的20%到25%作为手续费 相较之下 加州社区大学所委托的私人讨债公司 则收取高达39%的手续费 且某些肯达基州公立大学所委托的民间讨债公司 更是加收超过四成的手续费 迪士尼真人版电影《时尚恶女哭依拉》 以370万美金的票房 连续第三周位居第五名 美国国内票房累积达到7100万美金 真人版动画电影《彼得兔兔》 以485万美金的成绩 从第三名跌到第四名 动作喜剧片《杀手保镖2》 以490万美金的成绩 从冠军跌到第三名 恐怖片《境界2》 以620万美金的票房继续保持第二名 总计美国国内票房已经达到1亿3600万美金 最后恭喜动作片《玩命关头9》 首周上映就以7000万美金夺下票房冠军宝座 并成为自2019年12月 《Star Wars天行者的崛起》上映以来 首周末票房最高的电影 动物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 大家好 我是悠悠小主播CC 美国的节日 让悠悠小主播告诉你 今年的6月29号是幽抱日 Her Holiday 拥抱是表达感情最直接简单的方法 而且研究还发现 这个看似平凡无奇的小动作 却有着惊人的好处 所以快趁着拥抱日 把爱传递给亲朋好友吧 在拥抱的过程中 脑内会刺激快乐因子 让人感到幸福和安心 甚至还能分泌血倾诉 进而消除不安稳定情绪 根据一项研究指出 每天只要拥抱30秒 就可以消除一整天压力的三分之一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临床医学 开始采用拥抱疗法 如果能在睡觉时 来个深深的拥抱 不断能抒压 排解负面情绪 还能让人安心进入梦乡 改善失眠问题 因此快趁着这天 和亲朋好友讨抱抱吧 又有小主播CC 洛杉矶报道 chal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